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嘉雄 2020年1月11日早上8時19分 現在播《倫以愛》第412集 是指下的部分 指下 第二章是第二篇第八章 指下問孝 指曰 色男有事 弟子浮其勞 有久時先生傳 真是以為孝父 那孔子在指下問孝 孟一子問孝 指曰無為 換指曰何謂也 第二篇第六章 指曰 身士之以理 使藏之以理 這就無為 身士之以理 使藏之以理 所以 範出問孝 指曰無為 孟一子問孝 範之曰何謂也 孟一子問孝 跟指曰問孝 我們再看色男 他的意思說 真的就是連色男 就是色男是應該 我的感覺是 就是像《君子有九師》第16篇第10章 色詩明聽詩中 色詩溫貌詩公 色詩難 色詩溫 溫不容易 因為溫徐如續養 所以在整個腦部的結構上來講 在大腦上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是小腦 後面是小腦 這是僑腦 這是大腦 那中間有尖腦 中腦 僑腦 然後再來鹽腦 鹽水 所以在心臟把血液 頸內動脈送上去 跟椎動脈送上去以後 他的心臟的循環好不好 在我們腦部的情報訊息來講 他有大腦皮質 還有基底核 還有士丘 這三個在連貫這樣 所以這個色男 他講一般人來講 有事 弟子扶其勞 家人 父母生病了才出現 有酒食先生傳 有吃的 有喝的 老師先吃 長輩先吃 這樣就是孝嗎 所以無為 沒有違背 就是都要生事之以理 死喪之以理 祭之以理 生死祭 所以在羅以二十篇第一章 他提到的時候 所眾民 所眾民 食喪祭 這就是食飲食活下去 喪 就是死掉了 過世了 往生了 祭 你在當下的氣 與其聖宗水源的氣 所以這色男的意思是 腦部跟我們心理跟心臟的這個循環 所以在羅以二十篇第二章 尊無美秉是二 子三位是 何如是可以從正乙 這尊無美秉是二呢 他有個美是 正其衣冠 尊其詹事 也難能忘了畏之 思不易 畏而不滿乎 就是會不會 勞而不畏 勞而不願 欲而不滿 他叫為而不滿 為而不滿 事實上我們眼睛 它動眼神經負責提上眼睛 還有上直肌 還有內直肌 還有下直肌 然後還有下邪肌 那上邪肌是控制到眼睛到外側這個地方 是滑側神經 那外全前經是外直肌 所以四網膜是四神經 那三沙神經有參與四神經的一些動作共存 所以我們人的眼睛 正其衣冠 尊其詹事 尊是為而不滿 是實祥 是何許的 所以色男他所講的是整個從內心世界討論的 那我們今天《倫以愛》412集就講到這裡